欢迎来到Yopo教学的第四个部分,就是PythonJungle的开发 实际上就是业务逻辑的开发,因为目前为止呢 我们所讲到的东西只是配置还有意外 那Python还是真正要写业务逻辑代码的 还包括要写JS,那怎么去做呢? OK,那我们第一部分先写Python的代码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个Demo的所谓的货 也是冒着着实的节奏去来写 OK,我们第一部分先看一下章口应该怎么写 就是还是以拿之前的这个Login作为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只做了一个UI,点了这个Login之后 就是我们要缴了UserNamePassword.Login之后 它要起找到后端就是Python那里的一个Function 去验证这些UserNamePassword 那是怎么做呢? 那我们先看这Python代码是怎么写的 那我就网上找了一些Demo 它是这样写的 嗯,等一下 那网上就找到了这样一个事例吧 把它Copy下来 就是一个Python的事例 好,同样我们还是写到这个Views里面 实际上这不是很规范 但是呢 也是因为现在只是做Demo 所以就全部堆在这里了 那这里就改成 就是Login之后 就Login我起叫Password 以及就是那样到底是敲准到哪里 那我就给这个Function几个名字 这就是LoginPose这样子吧 然后UserName Password 那都给它复一个Moint 就是空的,空制服算 OK,不管它 记得不管它 记得不管它 那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要认证它的 IfUserName And Password 是不是这样写 对的 如果他们两个都有词的时候 然后要做什么呢 就是Return一个值给它 Return什么呢 Return OK这样子 但这也是不规范的 但是也是作为Demo而已 所以就这样想 按道路它应该要返回整一个 一个Org给它 就比如说 Esses 等于True 然后 什么Match 等于什么什么这样子的 那如果 三遍条件不符的时候 那最后会返回什么呢 比如说返回一个Fair 这样子 OK 那我就 做好了一个 像是假的 验证这个 UserName 还有Password 的一个 一个代码 实际上你这里应该要查询 税固 查询一下 这个UserName Password是否是匹配的 匹配成功 那我们才会 返回一个 OK这样子给它 但时间的关系的话 我就不写税固那一块了 实际上我也不会写 OK OK那现在到了 Login这一块了 还不是 OK UiL 对 UiL这一块 UiL我们要配一下 也是跟 那个UI的例子 差不多 比如这里 我们要写一个 这个名字 你随便填了 但是我们 为了要统一一下的话 那我们就全部去同一样的吧 Login Post LoginPost 那实际上你写完之后呢 你实际上是可以去访问 到这个 到这个 UiL了 LoginPost 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你们的访问 OK LoginPost LoginPost OK Login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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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ent Utent Login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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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O LoginPost LoginPost 大的 写出来 就通过这个写出来 写到这里 msg msg 就写到这里 然后呢 那 python那边就写什么呢 就写这一串东西 写中有方式Login PowerPost 我已经改了一串了 它大概意思就是说 request就是 从javascript里面的post的数据里面 把那个数据给解释出来 data useName 然后就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就判断 如果它有值的时候呢 那就输出来 为止的时候呢 它就 打印一个fail 有值就打印一个ok这样子 然后并且把它post的数据呢 再展示回去 大概就做了这个动作 ok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嗯 效果呢 就是有时 容易 比如说乱数据的东西 那就会post到 服务器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 跨美这个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 拦截到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Helter里面 它post的数据是这些 代表是一致的 ok 那就完成了第四部分的 Yopo开发 希望你们能够看得懂